为了设定变频器,我们需要对参数有所了解。 所谓参数就是指设定变频器动作的数值。 参数的标记为PR。 根据变频器种类的不同,可使用的参数种类和数量也不同。 使用过的变频器中会保留有参数的设定。 本视频将从全部参数的初始化开始讲解。 这个操作称为清除全部参数。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。 首先,在PU运行模式的状态下按Mode按钮。 选择参数设定模式。 旋转M旋钮,使LED显示变为ALLC,清除全部参数。 按SET,读取当前设定的数值。 之后,旋转M旋钮,将设定值变更为1。 最后按SET,完成设定。 于是,1与ALLC会交替亮灯。 这样就完成了设定参数的初始化。 请大家牢记这个方便的功能。 三菱通用变频器中存在很多参数。 大多数参数已经事先设定了初始值。 仅通过最基本的设定就可以运行电机。 那么,让我们按照顺序看一下运行电机时需要设定的基本参数。 首先,需要设定电机的额定电流值。 其作用是确保不会因电流过大而导致电机过热。 额定电流值是指对电机运转所规定的电流规格。 记载在电机的名牌上。 设定方法是在参数编号9。 电子过热保护中设定额定电流值。 同样,也需要设定名牌上记载的基准频率。 设定方法是设定参数编号3,基准频率。 初始值为60赫兹。 如果名牌中记载为50赫兹时,请变更为50赫兹。 如果保持60赫兹不变,则会导致电压过低, 发生电机旋转无力和转距不足。 最终,可能因为过载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运行。 此外,还有些关于转距的重要参数。 请大家先想象一下满载货物的自行车启动时的场景。 从启动到达到稳定的速度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力士吧。 有参数编号0中转距提升的功能。 此功能可以根据负载调整低频率区域的电机转距, 从而提高启动时的电机转距。 最后,需要设定电机的旋转数。 通过限制电机的旋转数,保证频率在上线值与下线值之间。 参数编号1为上线频率设定。 参数编号2为下线频率设定。 作为安全对策,设定的上线频率不要超过装置的最大运行频率。 以上是有关变频器的基本参数设定的一些介绍。 实际设定时,请参照各个机种的使用手册。 根据电机设备的运行规格进行设定。 确保安全运行。